照顾我的儿子 一个智障的儿子 是蛮辛苦的啦 但是我还是觉得 还是需要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所以我就去进入大学 去追求我以前没有读书的那个梦 是蛮辛苦的 有啦 有啦 照顾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 尤其是像 他不能够表达自己的内心的感受 他用行为 比如说敲头 敲地板 敲各种各样丢东西 使到你会觉得照顾他非常劳累啦 成属 我觉得苏东波他很豁达 他虽然经常被贬了很多次 但是从他的诗词 我有学到一些人生 不要太过在意那些挫折 要有一种豁达的心态 作曲 李宗盛 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保持有自己的一个追求的东西 所以自从我有了这个目的 我觉得我的人生也比较有意义 在照顾孩子碰到挫折的时候 我也不会觉得说非常的失忆 我觉得我还有别的东西可以 是我所喜欢的 也会消除了一些那些忧郁 不单单是教学生知识 也教他们品德 因为现在的孩子真的 我们看了觉得有很多这些缺失 不单单是学校老师 其实古希老师也有这个责任 就是能够也灌注他们一些好的价值观 道德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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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都能够取出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